大家好 今天天气更冷 但是我们心里 很欢迎 很温暖 很热乘 因为我们来台湾民政府 时分我们发现 台湾的一条 很光明的一条大道 已经看到了 但是要走向 这个目标进行 当然有需要 了解一些 台湾现主席的 一些政客的国际 地位的法律上的看法 因为我们在 这个 显示面的台湾里面 我们看到的 比这个国民党 他们把我们的教育 跟我们都看不清楚 我们在这儿受分 用这个法律的概念 我们可以用法律的眼光来分析 来看这个 显示面的台湾 现在 真正的 这个事实是怎么 我们用这儿的 这个投影片 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这个 要开始之前先给大家问一下 台湾 不是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 在台湾 那不是一个国家 也不是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美国前前的国务卿包围儿 他在2004年的10月25号 他去中国的北京 去奉问的时候 记者有自己问 问说 哎 这个2004年 那个执政的阿扁 阿扁的这个执政团队 阿扁他常常在对我 在说 台湾已经是一个 租款独立的国家 不用更化独立了 他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台湾 他才是说 中华民国 他是一个 租款国家 的这个宣誓 这个 这个 这个记者就把 这个 美国国务卿包围儿 就问 问说 针对台湾这边 的执政当局 他这样在说 包围儿 你有什么看法 这时候包围儿 他就把 这个记者回答 这样说 就是说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就是只有一个中国 其实这只有一个中国 这些事情 在美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建立的时候 他们的三个公报 里面 其实就都说得很清楚 只有一个中国 也就是说 根据他们的 要建交进行的公报 和建交公报 还有还有8A7公报 他们就形成了 这个美国 对中国这边的看法 就是说 对台湾的 中华民国的看法 都是建设一个 叫做一个中国的政策 所以说 他才会说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摔下去 他说 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 台湾不是独立的 好 请教一下 他为什么说台湾不是独立的 流行 好 但是你有想到吗 美国人 他们在说台湾 在台湾的意涵里面 跟台湾人在行为台湾 是不是有两种成分 是不是有两种成分 对不对 有一个成分叫做真正的台湾 有一个成分叫什么 叫的 中华民国 因为在台湾 他把我们 中华民国把我们加 加到变成台湾 定于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定于台湾 是不是我们有这些成分 对啊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的南南社会 都会不会清楚 都会混淆了 来 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 独立是什么意思 我思考过 你想看看 美国说 台湾现在就是 主观独立的国家 但是美国人说 不是 就是说 阿宾在讲的 主观独立 跟美国在讲的 主观独立 他们在讲到的 属性会有同样 不同样 那属性是在什么地方 我思考过 还有吗 我思考过 所谓的独立 他的意思 他其实 他真的 你如果 他自己的意思来说 他就是说 我作为一个国家 我上面 没人好 再给他管 我这个国家 我可以 知道我自己做什么工作 都可以 简单 这样说 用白话 这样说 所以我上面没人 没人好 再给他管 美国 国家 不是 independent 不是这种现象 那 从哪个事实里面 可以发现 台湾 不是独立的现象 我们没听过一个叫做台湾关系法 没听过吗 没有 台湾关系法 那不是中国民国跟美国签的 不是嘛 对不对 台湾关系法是 美国国会制定的 美国国会制定的 对 美国国会制定的 有经过 中华民国的同意 没有 你想 美国国会制定的国内法 叫做台湾关系法 适用在台湾的身上 请问一下 为什麽台湾 要去用到美国国内法 这样台湾敢有主款独立 没有嘛 尤其说 在台湾的附近 还有什麽 还有一个美国 对啊 只为这点 我们就能 很明确知道说 美国这样说 是完全选择 现在在台湾里面 在说的 包括日益也好 哪益也好 都说台湾是一个主款独立 我加 这是 这是真的假 假的嘛 一直去骗你的嘛 对不对 他骗你的啊 所以说 这句话里面的遗憾是这样 对啊 接下来他又说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好啊 台湾作为一个nation 但是他有没有主权 没有 台湾作为一个nation 但是他不享有主权 他不享有主权 对吧 这是他们美国的政策 这些是他们坚定的政策 所以说 为这句话 做一个开头 我们就会慢慢来看 根据包卫 他这样说 他这句话 这句话其实很低 但是说到很清美处心 这个清美处心里面 就包括我们在这 他不断在这里上课 在这里上课 在这里上课 这些法律 就是都要解释 这一句的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 这包卫的访问的片段 他的理由是这样 刚才我有说 他是2004年的十月日后 去北京好问的时 凤凰卫视的记者 问他的问题 刚才我已经跟他的背景 有稍微说过 我就不再说 这个包卫的 他刚才说的那句话里面 有说 台湾作为一个Nation 他不享有Saventine 刚才上课 我们国会长里面也有说到 人民主权 跟国家主权 正在画上等号 人民主权跟国家主权 我现在在说的就是国家主权 state sovereignty 国家主管 刚才我们国会长里面 已经有跟大家提到一些要素 一个国家 一个state要有Saventine 它要有整个成分 这个成分里面 有一个叫做Territory 就是要有命徒 在这里 它要有一个population 再来 它要有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本身 它要有一个authority 它要有一个类似权威的地方 它要有法度的关系 对我 要有外交人类 要跟外国有法度发展外交关系 当然 你这个authority 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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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同治人民 但是你对我 你要 他就要有外交 外交干涉就是什么 你这个state sovereignty 你要让人承认 你要能够被人家承认 你要能够被人家承认 但是包括日本 美国 你只要听到的 会更有名的国家 的名 里面 哪里有跟中央民国建交过 目前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就是说中央民国 那就是台湾 在全世界里面 有让人普遍 一致性的承认吗 没有 我们刚才来看 中央民国 对台湾 有领托出款 有 没有 台湾不是中央民国的 所以 做一个中央民国 对台湾来说 他在台湾有territory 没有 这个population 人口 人民 在台湾里面 所以 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中央民国的人 中央民国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 新区上 还有一个新闻证 中央民国的新闻证 这点中央民国的新闻证 可以证明 你是中央民国的人 还是台湾人 没有 在法理上 法律上 那也是中华民国 但是你事实上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他吗 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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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 最后的速记本 和国记本 科业也有说到 他把我们改变 我们的国籍 是根据一刀 行政命令而已 而且在他們中日合约里面 也有说到 在台湾 团家领有中华民国受孕症的这些人 视为中华民国的国民 刚才郭会长在说 我把你当人看 那理智里面是有没有把你 你是不是人 他就是这个意思 我把你视为中华民国国民 那你是不是真的是中华民国国民 不是 我是把你当作这样而已 所以你本来就不是 所以说在台湾里面这个中华民国 的population里面 有真的完全是中华民国的人 没有啊 当然有authority 有在台湾对来有 因为他跟我们管辖 所以他还是有authority 但是对我他就没在乎人承认 所以说刚才巴尔他在说 台湾作为一个nation 他不想有sovereignty 他是不想有state sovereignty 不想有国家主管 我们刚才把这四个成分 这样分析给大家听 你就知道巴尔他在说什么 事实上这个共华民国 这几个成分里面都有问题 在台湾他都有问题 所以他没法让人要普遍一致性的承认 来 再来 但是呢 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听到 一些台湾的台民上的政治人物 他就说 我们就要有人民的主权 人民有主权 就叫人民主权 人民主权 其实在英语里面 他叫做popular sovereignty popular sovereignty 他刚才说的state sovereignty 他不可以画上等号 不可以画上等号 你看他外国人的定义 popular sovereignty 人民主权 他的定义是这样 the principle that the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is created and sustained by the consent of its people 他说了 他说的是说 这是一种完结 这种完结是说 这个政府他的authority 他的权威 是来自于 他是被人民所创造出来的 而且被人民继续维持下去 是因为人民的东西 他才有这个authority 他这个东西的原因 东西的这个方法 是根据他来选 他的这个代表 选代表 所以选去选代表 租姓政府 就叫政府来关乱 我们是人民嘛 叫政府来给他关乱 这个机制 这个机制 这个原则 叫做popular sovereignty 政治上的权利 就是来自于人民的统义 所以说他们经常在说 民主化 有没有 经常在说民主化 民主化 民主化 他其实就是说人民主权 意思是说 在政府体制里面 代表 代表政府的名字 来关乱我们这些人民 这个机制 叫做popular sovereignty 你看看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authority 这个 这个 这个state sovereignty 有些成本 叫做authority 这个authority 我刚才说 用人民主权的方式 来产生政府 政府 他才想 他才拥有这种管理人民的权威 你看 人民主权是在这里面 所以人民主权有没有跟国家主权花上等号 没有 没有 所以说 我们在中华民国的体制里面 继续 继续在中华民国的参加制度 在那 在那算 港法度 将台湾 这个国家主权 给他算出来 不 算不出来 算不出来 所以 要再去继续参加中华民国的参加吗 不要 不要去参加 你如果去参加 你就算不出来 你就算不出来 好 好 美国他们常常在对台湾说 说台湾不可以片面改变现状 我们就输出一个问题 不然 想说现状不能改变 改变现状 其实是一种普遍人的那种直觉 你要想看看 你以前我们三个手机 像大哥大的时代 是不是很大机 黑金钢 对不对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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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这不是改变现状 对啊 这也是改变现状 现状给你越改越好 对不对 在手机的按键 到外了 iPhone出来了 手机的按键 还有 突然说没有 我存一个 存一个 按键 存一个 按键 这都是改变 所以这改变现状 其实是存在人的心来 最深层里面 那是一种为了好的 为了好的发展 所以不断的去挑战现状 不断的去改变现状 但是 台湾现在的地位感好 有正常吗 不正常 不好不正常 是怎样你不改变 是怎样你不可以改变 对对对对 所以说你改变要用到方法 对不对 要用到方法 你要用到方法 你有才能改变吗 你没有才能改变 我们还有一个例子 以前 有一间手机公司 叫做摩托罗拉 有印象吗 摩托罗拉 他是不是那时候 他大高大 开始变小机的时候 他是不是出一机 叫做STARTAC 有没有 兴趣的贝壳机 天山又拉起来 那机 那机怎么办 他一直到 那他再设计 设计 那机手机 越做越薄 外面 又装 弄 弄 对吧 看得很漂亮 但是 有改变 我们整个手机子刷电话的那种 那种刷电话的方法没有 没有 它只是变得漂亮这样而已 但是那只机子同样也是 只靠电话传简讯这样而已 对不对 一直跟iPhone出来之后 一种手机子的应用 不只靠电话传简讯 还可以上网 还可以听音乐 还可以看鸭皮 对不对 对啊 所以iPhone才用到正常的方法 改变了手机子的指定 那样子摩托罗拉 他只想说手机子做得漂亮 包括Nokia 他是不是说用手机子做得用 做得熟 结果这两天公司现在还有一个 都没人了 都没人 所以你用料不到方法 你会怎样 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可能会淘汰掉 会淘汰掉 好啊 这个 台湾用这种方法要来改变现状 那时候 这个是2007年的12月份的新闻 那时候美国国务卿叫做RICE 那时候阿伯2007年2008年 是不是要再选总统 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对不对 阿伯那个时候不是在推一个叫做 入联公投嘛 对不对 RICE美国他们就非常反对 他们说美国反对台湾举行入联公投 他说这个入联公投 是一种有独立意涵的公投 美国反对 因为这样子会改变台湾的现状 他说 以美国的看法来说 入联公投有独立意涵 这个公投 这个方法 那不是改变台湾现状的正确的方法 不是 不是 他听他也有说 这样子的政策造成台海不必要的紧张局势 东西也不会为台湾人民 在国际舞台上带来真正的好处 你的意思就是这样 因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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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国家 你连是不是国家都有问题 你怎么可能加得了联合国 而且你又用公投的方式 要去加入联合国 这个方法是对不对 绝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 那时候要不了解台湾民进府的 这些法理论随意证 他 他参与办这个公投 有去投的业手 我自己也有 那些人做的 很胸胸 对啊 我们胸胸都不知道 就是说这样好像可以 结果根本就不好 我们设法理论随意证后 我们就发现 这个根本就是没办法的事情 再来 所以说来的问题就是 美国反对入联公投 很多台湾人的心态就开始想了 为什么台湾已经民主化 为什么不能说到 美国反对有独立意涵的公投 为什么要反对 这不是都用民主的方式吗 美国不是很强调民主 对不对 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事情吗 为什么美国自己在本土里面 每次选举大大小小的公投都在办 为什么独立意涉举大小的公投 为什么美国它会反对 偏偏改变现状 带去我们的心态民意分 就会想说 那台湾的现状到底是什么 那公投改变得了台湾的现状吗 用公投的方式 真的可以改变台湾的现状吗 我们就要输口才的问题了 好吧 再一个案例 克里米亚公投 这是在今年的事情 今年三月份 克里米亚 乌克兰有一个自治区 叫做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那时候 他去公投 他举办公投 他公投说他要离开乌克兰 要加入俄罗斯 这时候 德国的总理梅克尔 他就说 克里米亚的公投 不合法 不合法 这重点就来了 请问一下 克里米亚用公投 用这个人民投票方式 这样是不是民主 用投票 投票是不是民主 投票是不是民主行为的表现 对吧 是怎样 用民主行为的表现 是怎样他会说不合法 所以说 你用民主的方法 他已经代表说你这种方法 就是有正当性 或是合法性 所以重点不在这 所以我们在看新闻的人 要去修口才不得 克里米亚公投是不合法 有什么不合法 有什么不合法 美科区的心理是什么 有什么他会这样说 德国总理 他会这样说 不合法 那到底不合什么法 第一点 他不合乌克兰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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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教你 克里米亚公投 那时 乌克兰的中央政府 有同意 有吗 没有同意 他有跟乌克兰的政府 克里米亚自治区 有跟乌克兰政府 去协商 协商说 好啦我给你公投 那有 没有 所以说第一 他就是违反了乌克兰的宪法 第二 他违反了什么法 国际法 有违反国际法 一个国家的 里面 领土的 领土一部分 要怎么去 另外一国 要怎么去另外一国 这是国际法 国际法 的方法 所以说 他们做这件事 是不合法的 理由是这样 但是 他有真的去投 有啊 他也是贵投 贵投 结果 有 他们有同意 脱离乌克兰 要加俄罗斯 有 这个结果是这样 这个结果是这样 但是这个结果之后 怎样 这个结果之后 怎样 有真正的 给人生意 没有 没有给人生意 虽然他现在 走到俄罗斯里面 但是 全世界有给他生意 这个事实 不会承认 因为他不合法 你知道吗 在联合国的大会里面 他有一个决议 11493的决议文里面 他的决议文里面 要怎么决 这个 就是联合国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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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pt a resolution calling upon states not to recognize changes in status of Cremia region 联合国的大会 要求联合国的会员国 不要去承认 克里米亚这个自治区 现状的改变 所以说克里米亚 用功德的方式 离开 乌克兰 这个事情 有给世界生产吗 没有 这个决议文的内容 都有 在联合国大会里面 有表决通过 有 有通过 表决通过 不要承认 他的投票的结果是这样 一百个国 一百个国 跟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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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承认 在一起的反对 五十八个是弃权 所以说这个决议文是有通过 通过的意思是说 全世界的国会员国 不可以去承认 克里米亚这个自治区 他公道 离开乌克兰 这件事 不能被承认 不能被承认 所以我刚才说的 改变现状 要用对什么 方法 要用对方法 好啊 再来一个问题 让大家认识一下 两岸的中国人都要统一 尤其美国不要反对 两岸中国人都要统一 注定要统一 那不是改变台湾的现状 大家要认识一下这个问题吗 来 我们来看 这有一些统一语录 这个 2009年12月 马英九接受 亚洲接日报奉文的时候 他说 未来是否会有 如大陆期望的统一 端是数十年的发展 啊 啊 其实他这段方文是用英语说的 那人 那时候 电视就是在追问啊 你是不是说十年之后就要统一 啊 结果他就出来说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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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英九他在说 他在念这段位是 十年啊 啊 在英语里面有一个单字啊 叫做得契嘛 啊 得契 他说 他说得契事 啊 他又用那些加X 啊 数十年就对了 啊所以 他就在那后嘛 后这个啊 啊但是不关如何啦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怎么样 要不要统一 要啊要统一啊 他这段话是要统一啊 不管你是数十年还是十年 他的目标就是什么 统一嘛 啊 再来2011年的7月 马英九接受日本的独卖新闻 公园的时候 他也是表示这样 未来十年 不排除将与大陆签订 关于统一的政治协议 或者是和平协定 啊 所以说 2009到2011 2年的这期间 他统一的目标有没有改变 没有还是没有改变 啊 啊 这文汇报 啊 这去年六月份的报纸 啊 他这台 他才有一段 马英九说 统一是两岸政策的基调 啊 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内容是这样啦 因为那时候 他马英九刚在寿勋 那个前司法院长施启扬 啊肯定施启扬 对台湾的主要贡献 包括 主导制定两岸政策 和修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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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修宪 他听不懂 台湾现行实施的 宪法征修条文 是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 而修订 所以 人家说宪法一中 什么人家说的 要听过吗 宪法一中 有人说要遵守 中华民国宪法 那中华民国宪法 就是一中宪法 对不对 有人说宪法一中 啊不管是 本来的中华民国宪法 还是说 他在台湾会 叫台湾这边的 宪法征修条文给他修改 他有没有脱离统一的路 没有 而且是宪法征修条文 里面 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 所以你要继续拥抱 这部中华民国宪法 你的结果会是怎样 就是跟中国统一嘛 就是跟中国统一嘛 看 他刚才在说的 宪法征修条文就是这个 2005年修正的 在这里 这是宪法征修条文里面的前沿 前沿就说啊 因应国家统一权的需要 所以之前是不是 谢昌廷我说过 宪法一中嘛 是不是很多人 拿到馒头包 他说要遵守宪法 那你遵守宪法就是 就是要统一啊 另外一个统一语录 2013年的2月26号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导 他连战去见习近平 他在这里强调 习近平强调说 继续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是新一届中国 中共中央领导 领导集体的责任 他连战就是在说 他就发表 他去的原则 他就说 一个中国 两岸和平 互利中和 振兴中华 所以说 连战 他的注定是什么 也是统一啊 跟马英九 注定的都同样嘛 对啊 而且连战他告诉你 他说两岸不是国际关系嘛 所以说 刚才包卫说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嘛 他也讲台湾 两岸不是国家嘛 对不对 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啊 来 阿玛英九 他说 他有一倍中国 他这边有一倍中国人 就是 英文明 他最近 也去 去奉门 中国 和習近平 近平 他也是说 和平统一 就是未来的目标 他在这里 他就说 和平统一 跟什么 一国两制 他当然 马英九 他就要 他当然也要说 一国两制不接受 不然他就 他就 给人质问嘛 不然是 他的理质是什么 也是一样统一嘛 那是统一嘛 对啊 对吧 所以说 你来看看 是怎么这么多中国人 是中国人 对不对 这中国人嘛 这中国人嘛 我对他最有印象就是 有一倍他像7N的那个 好没人生 他跟我说过一句 用人去说的 感谢老天 我是Pure Chinese 我听过没有 有印象吗 所以他自己也是承认 他是中国人 所以你如果看 在台湾的那么多的中国人 在台湾的那么多的中国人 所以你如果看 在这里注定统一 而且还有具体行动 你如果说到毫不遮掩 那是怎么 美国都没跳出来说 你这样子是改变台湾现状 但是 旁边说 陆联共同 还是说减掉台湾是一个主管国家 主管独立国家 美国都给他否定 你会说过这个问题吗 有感觉很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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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 到底台湾和中华民国的管理是怎么 你如果说这个管理 如果分的清楚 你就知道说 是怎样美国对这些 台湾的中国人 他们说要主张通业 他都没跟他反对 甚至也是 还安排这条路要让他们走 这个里面一个关键就是说 那到底台湾跟中华民国之间 是不是互相隶属的关系 是不是 他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他 还是说他 我们有包含在他里面 这个问题你要理清 所以说 这个 我们现在要说完这个标题 就是说台湾的范围 我们由台湾这个地理位置 地理的范围里面 我们就可以发现 是怎样美国不反对 台湾的中国人 主张两岸统一 来看 这个 蒋介石跟毛泽东 请问一下 他们两个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 毛泽东 就是海峡另外一岸的中国人 对不对 那蒋介石是不是台湾这岸的中国人 所以说两岸的中国人 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毛病 就是很喜欢把台湾跟中国 沾作灰 要怎么沾的呢 他们就是这样沾 以前我们是不是有 台湾叫福尔摩沙 对不对 这叫澎湖嘛 后来蒋介石 他们走路来台湾的时候 再保留两地 斗 金蚌 马祖 他们两岸中国人 都有这个毛病 就是喜欢把台湾 整个统称叫做 台澎金马统称叫做台湾 用这个名词把你 把你模糊起来之后 你就会搞不清楚说 他到底是在讲台湾澎湖 福尔摩沙跟澎湖 还是在讲金门跟马祖 你也搞不清楚 是怎样我要用这个桌子给大家看 为什么要特别在把金门马祖标出来 现在我们就是要来看说 到底金蚌马祖 是不是台湾 台湾澎湖的范围 来看 我们看这个新闻 我们麻烦点这个画面就好 所以 台湾麻烦一下 点画面 好像常常在新闻当中 有看到我们这个渔船 是不是没有许可 所以闯进了什么什么的海域 这样的新闻常常听到 那么这个海域上面 到底是怎么样划分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领土 包括哪些地方 这个是五天前 行政院所公告修正 中华民国领海的基线 结果看到了 在这个红色的这个点点 也就是这个虚线的范围里面 是我们自己的领土 奇怪了 另外一条虚线 这条是归于大陆的领土 结果我们看到了 马祖金门 怎么现在都变成了大陆的领土了呢 现在内政部长江一画 表示一年之内 会进行二度的修正 这个领土要搞清楚 连我们自己行政院所公布的 都是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出问题 一定要把马祖跟金门给划进来 但是这个时候呢 维护台海安全的国防部 跟海巡署却互相踢皮球 都说这个不是自己 所管辖的范围 那是谁来管 国防部这个样子是相怨啊 报委没有相怨 因为所有的海巡 执法的单位都是海巡署 国防部怎么会这样讲呢 你刚刚讲的 不可能啊 那个权责很清楚嘛 国防部会这样讲 国防部推给海巡署 海巡署又推出去 互踢皮球的议题 原来是行政院18号公告修正 中华民国领海极限 只有台棚 钓鱼台 东沙和中沙等岛屿 金门 马祖都没有包含在内 反倒是被对岸的中国大陆 列为内海 蓝绿立委都同批 你让我们的军人驻守在金门马祖 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样子 虚虚的感觉嘛 这种东西 国防部当机立断 非常的严正的表明我们的立场 我认为不会得罪中共 因为毕竟这是个台海的现状 你的马英九政府 已经放弃金马的临海基线 人家让中国不费一兵一卒 就直接取得金马的海域 这次话题是由内政部报草案修正 部长江一话 以钓鱼台可以各自主张 所以化入我国 这和金马的情形不同 更引来炮轰 中国的政府有没有把金马 列为这个领土的这个主张 就我们所知 他们是有把它列进去 因为他就在那里 那钓鱼台日本也 他也主张啊 中国也主张是它的领土换围 我们都把它列进去 为什么金马 金马我们有人住在那里 那是我们主权手机的换围 钓鱼台可能还没有人住在那里 我们要画金马跟钓鱼台 在考量上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有争议 但是争议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突然修正领海基线范围 却依旧没有将金马列入 牵动政治敏感神经 这样一块赶紧补充 一年内会二度修正 把金马划入领海基线的范围 为什么他不改 你看这个新闻 记者嘴黏 他黏什么 中华民国领海基线 对不对 但是他里面的字是什么 台湾领海基线 你再想看看 为什么中华民国在 在卫台湾领海基线的时候 没有将金马马祖卫过来 所以说你的心里就在想说 是不是中华民国 他心里知道 金马马祖 这个鸟鸟的所有犯的人 跟台湾领海的人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心里面 是不是知道这个事实 我如果 我如果把这个 金马马祖卫来台湾 会判断一个很差别的很准 我们特别的初期班 对不对 我们普普的 我们知道说台湾领海 这个鸟鸟主权 的所有者是什么人 日本天后 金马马祖 那是台湾的鸟鸟 不是 金马马祖是什么人 中国的 这个是中国的 他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日本的中华民国 如果把金马马祖 这个鸟鸟 这个鸟鸟 卫入台湾 会判断说台湾 日本天后的领土 里面 突然间多两个 一只叫金毛 一只叫玛祖 马英九 他们不是很讨厌日本吗 他怎么会奉送两块岛椅 给日本天皇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就知道 刚才这个仪法 是不是说 这个领土的争议 但是争议的性质 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他心里知道 知道这个 鸟鸟鸟鸟鸟 的归属 有同样吗 不同样 台湾的领海基建 确确实实是没有金门马祖 金门马祖是少于什么人 中国的 中国的 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联合联合 不可以联合联合 好 来 刚才是说这个土地 你看 住在这个土地里面的人 外国人 美国怎么来看待他的身份 这个身份 你看 来我们同样点画面 来绑出来 不管是干嘛 反正一定要办美签就是了 结果现在呢 怎么搞的 中华民国的护照 拿去AIT办美签 结果被归为是中国籍 这就发生在金门人的身上 那么福建省金门县嘛 所以AIT就通知美国学校 说把这位小姐的户籍 改为China AIT解释 这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只是福建省的金门马祖 都会直接归类中国大陆 就是因为护照本上的这行字 出生地福建省金门县 热来一肚子气 因为许小姐打算赴美深造 日前到AIT办理美签的时候 因为护照上显示 属于福建省金门县 AIT的电脑系统 直接把许小姐的户籍 登记成为中国 还要求美国学校方面 也得将许小姐归类为大陆籍 让人气炸 当地民众不满 立委也抱怨 国籍问题长期遭到吃豆腐 但AIT双手一摊 认为没啥不妥 外交部强调争取多次 但简单的电脑城市问题 却让金马地区民众 保受困扰 被逼着每回赴美 都得充当一次大陆籍人士 专席转成一帆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记者说要充当 但是 这个不是充当 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 因为 这就是刚才在说的 台湾跟 朋友 还有金门妈祖 这个金门妈祖 是不一样的相方 所以 住在 土地点的人 他的新闻 当然也不一样 他金门妈祖 他本来就是 什么国的 中国的 他本来就是中国 过去是 1911年到1949年的时候 他的 他的政府叫什么政府 中华民国 对不对 1949年的10月1号以后 他那边的政府叫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不同的政府体制而已 但是整个中国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他们还是属于中国籍 他们还是属于中国籍 之所以会变成说 他们 因为说 他们归成中国籍 感觉怪怪的 他就是说 现在我就是台湾 美国 他的 他没有 这种事情 可以用感觉来处理 那绝对不是 这一定是用法律 这一定是国际法律 法律的法律 的概念 在处理这种事情 所以 是电脑技术上的问题吗 不是 这是美国 他 他在看待这个国际上 这 所以绝对不是电脑技术上的问题 这样你看 我们再来看 我们刚才是说了一个 叫做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里面 他有说金融猫做 适用 好 好 我们拿他里面 条案 给大家看一下 台湾关系法里面 他有一个第十五条 他这第十五条里面 他就是在定义 台湾这个字 他定义台湾这个字 他有说到 如果我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有用到台湾 台湾这个字的时候 他包括这几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 他说这个地理地理位置的话 他就说 the islands of 台湾 and the pescadores 这就是 那个 配偶 和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那没了 the islands of 台湾 and the pescadores 刚好金门马祖 刚好the islands of 金门马祖 没有 所以说美国的台湾关系法里面 他 他看待台湾 跟看待金门马祖 是不一样的 所以金门马祖 有没有在台湾关系法的 试验方位里面 没有 是没有 这是地理嘛 这是人 自然人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就是在台湾 跟澎湖 这两个岛屿上面住的人 也可以只称叫做台湾 在他的法的定义里面 他也这么说 或者是法人 另外一个 如果说在里面的关系的政府 他没有叫他政府 他叫做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台湾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说的 台湾治理当局 他没有叫 他没有叫 the government of 台湾 对不对 他没有叫 the government on 台湾 都没有叫 他叫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台湾 在台湾跟澎湖 这个岛 上面有一个管辖的治理当局 管辖治理当局 这个管辖治理当局里面 他说 这个管辖治理当局 包括 1979年1月1号以前 被美国承认为 ROC The Republic of China 这一个治理当局 这个 以及他以后的继任者 都叫做 Governing authority on 台湾 这样 你想想 去问我 怎么做 那不是台湾 不是 不是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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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这个北枝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们在说的一中政策 跟他们两岸要统一 其实他们指的地方 是哪边要跟中国统一 对 就是金门马祖 绝对不是台湾跟澎湖 所以说 他们这些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他们还在说 两岸要统一 你要不要反对 不要反对 对 他们就是要马祖金门 还有带台湾的中国人 要回去中国 你如果跟他反对 扯他后腿 让他不要统一 怎么样 你就是多一天 让他继续留在这里 对不对 你就是让他多留一天在台湾 所以 银公两岸要统一 就是金门马祖 这一案 跟中国大陆那一案 他们要统一 你要不要反对 要赶快拍手鼓掌 叫他们赶快走 就清楚了 要清楚了 好 就是很多台湾的人 还被这个模糊掉 还被 还被这个 还被这样子的模糊 模糊掉了 他还把这四个放在一起 叫做台湾 所以说 他们要统一 我们的感觉里面 都会感觉说 哇 我这两岸要统一 给他们 但是有没有可能 大家有可能 不可能 所以 那个感觉 感觉上面的那个恐慌 有没有去除了 有 去除了 好 来 再用一个例证 给大家看一下 是怎样禁门马祖 跟台湾 其实就是不一样的 但是 为什么 为什么 台湾南南做许会 可以去参加WTO 我们就来看 这是WTO的官网里面 因为这里面有说到 会员 会员国 会员 要怎么加入WTO的会员 会员 会员里面 他要怎么加入 他的过程是怎样 让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刚才这个放大 让大家看的 就是这个 在这里 WTO的网站里面 他说 How to join WTO 他这么说 任何一个state 这个state 就是租款国家 叫做state 或者custom territory 不是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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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加入 对不对 所以他说的 有两种身份的 所在都可以加一个WTO 就是state 或者是custom territory 有这个having full autonomy in the conduct of its trade policy may join the WTO 他的意思就是 这不管是主权国家 还是关税领域 只要他有这种完整的管辖 有自己的那个独立的那个 关税制度的话 都可以来加入WTO 都可以来加入WTO 好啊 请教一下 台湾这 加一个WTO 的会员名称 是怎样 不是 那是以简单的说法 但是那正式官方的名称 不是强力是太变 他正式的名称是这样子 separate customer custom territory 有没有 custom territory 出来了 of 台湾 澎湖 金门 and 麻祖 这样 他是把他括号说 要请你去台北 简称请你去台北 但是那正式名称 不是 他正式名称 叫做 separate custom territory of 台湾 澎湖 金门 麻祖 所以 WTO的会员国 WTO的会员名称 叫做台澎金马独立关税领域 对不对 其实你不要讲独立关税领域 你讲分离关税领域 因为这个字本身 本身就是有一种分离的意思嘛 分离关税领域 好了 重点就来了 为什么 他的会员名称 要这样热热等 什么要热热等 这个重点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嘛 我们刚才那两个新闻 给大家看过了 对不对 金门 麻祖 不属于台湾澎湖嘛 但是他们两个 这两个全部加在一起 有一个独立运作的 经济关税的那个制度嘛 对不对 所以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关税的制度 所以他可以加入WTO 但是他不能给他联作会 不能给他简称叫陈一支台佩 他要给他分开 这个重点就是这样解释 这个 台湾澎湖 也是大日本帝国分离的关税领域 分离了 我们是不是从大日本帝国分离出来了 对不对 金门 麻祖 他是从中国分离 可以出来的关税领域 因为这两个地方 都使用同样的关税制度 所以他一起加入WTO 所以加入WTO 不代表说 中华民国已经是主权国家 不是 然后从他会名称 就可以知道 他根本不是主权国家 如果主权国家 就直接用台湾就好了 或者是美国 或者日本 这样就好了 来 所以 在美国 美国人的香港里面 台湾澎湖 他就是以前 这个土叫做福尔摩沙 这个叫做澎湖 这个叫做澎湖 这个叫做台湾 美国人的香港里面 美国人的香港里面 金门 麻祖 这个叫做中国 那个是中国 所以你现在这样清楚了 他们在说的 我们就刚才说的了 是怎么 他们两岸中国人 要主张统一 而且动作赤裸裸 那美国都不反对 甚至鼓励他们 对不对 目的就是这样子 就是要解决金门麻祖 还没有回归 中国的这个现象 怎么看 这种属性 金门麻祖跟台湾 是不一样的 这种属性 多久以前就开始了 1955年 就是他们 金门 那有印象吗 823炮战有印象吗 1958年 但是在1958年进行 就是1954年 就已经发生第一次 第一次那种金门炮击 那种就是内战的延续嘛 就是1949年 中华人民共 这个共产党和蒋介石 他们内战的结果 那个时候 一直到1955年 英国的下议院 他在讨论台湾的时候 他里面有这些记录 他在说 他的外相艾登就说 我认为 合法的领土变更 不应该称为窃取 他这句话在说什么 合法的领土变更 不可以称为窃取 他这句话在说什么 马关条约 对 马关条约 大清帝国大皇帝 跟日本天皇 签了下关条约 就用台湾澎湖的主权 完整 而且永久的割让给日本天皇 对不对 所以这个马关条约 是不是合法的领土变更 对啊 既然是合法领土变更 当然不可以称为窃取 窃取这个字眼是从哪边发生的 窃取这个字眼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在高楼轩眼 对 为靠楼轩眼来得出来 所以说 要他回去 这句话 也在 cont 台湾澎湖 是日本切制中国的 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因为 台湾澎湖是根据 下关条约合法取得的 这句话意思 是这样 再来他说 即使我们像世界主张台湾的地位和大陆沿岸诸岛一样 也不会增进英国跟北京的关系 更何况事实上也不是如此 因为在这个时间1955年的时候 大陆沿岸诸岛无疑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说什么 金本马祖 而台湾在这半世纪以来并非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什么 台湾跟澎湖 在这半世纪以来并非中国的一部分 半世纪1955年 所以1895年以后到1955年 在这半世纪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台湾澎湖跟金本马祖 外国人清不清楚 他们根本是不一样的 很清楚 从头到头都很清楚 这是台湾人 受中国民国的教育 把我们用不正确的律史 还有把我们这个渔民教育 让我们都没办法清澈嘛 为什么他要怎么做 对 他没这样做 他就无法立足了 所以他的所有的教育 只要讲到跟台湾澎湖这种真实的历史 他都给你 都给你模糊 要不然把你杀鲑 让你相信假的 结果 结果 大家接受 假的讯息久了之后 当台湾民政府要给人宣传 真的事实的时候 还想出帐 然后想出帐 对不对 三钱呢 就像说 你就刮鲑鲑鲑鲑骨了 你认为这个选举是真的 我当我三斤的两颗还是四颗要给你看 你说你的假的 会变成这种现象 再来 在这 到1955年 1954年 整一年 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这什么人跟什么人签的 中华民国跟美国签的 就是蒋介石跟美国艾舌头签的 他签的 他签的这个条约里面 他就有说了 因为那时候1954年 就是开始 他内战延续 一直在 一直在中国沿岸在那内战 在那金门炮击 美国是怎么 要签这张 要签这个共同防疫条约 其实他是要遏止 他们继续武力对抗 有什么美国 不要蒋介石跟中国那一案 武力对抗 有什么 你先看看 不是 你先看看 蒋介石 他们到台湾来的根据是什么 不是 1954年已经流亡了吗 在1949年以前 在1945年10月25号 这一天他来台湾 他是凭什么来台湾的 他也是代表美国来台湾执行麦克阿斯 一般命令第一号 占领台湾 然后接受日本军的投降 对不对 所以那是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根据 但是来了后 他到1949年 他都流亡 都钓在台湾 但是他代表美国军事前面 这个新婚有改变吗 没有改变 你先看看 他是代表美国来的 意思是说美国就是主 就是本人嘛 他只是台利嘛 你杀我给你的母亲 去跟中国作战 是不是我美国在跟美国作战 对啊 美国我就容忍 他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他就叫蒋介石 不可以武力反攻大陆 然后叫他从大成岛 撤军 然后要刷回来 但是那时候中国那边的 他就是把台湾澎湖金盘马祖 当作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他就是要武力解放台湾 所以他就把他冗智慧 所以他一直在一直 所以继续在作战 美国认为这样子不行 这样子会危害到 被占领的台湾澎湖 所以说他就 他就最后就签了这个条约 把他签下去了 那意思就很明显 我就是没希望你再贤 你如果要贤 你如果打来台湾 我会跟你打 我美国我就有这个 我就要跟你打 所以他就 所以才签这个 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那签这个 那不是说 美国就有签这个合约 他就可以去金盟马祖 跟中国作战 没有哦 他同样哦 他怎样呢 美国跟中华民国签的 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他要保护的领域 保护的领域 是对一条 我们来看 在这里 因为是相方签的嘛 他就在说 他在说 这个条约里面 如果如果说领域 还是领域的话 在中华民国这一边来讲 我所指称的领域或领地 就是台湾跟澎湖而已 所以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有没有保护金盟马祖 没有 不保护金盟马祖 在美国这一边来讲 美国就是说 The islands territories in the west pacific and under its jurisdiction 就是在美国在西太平洋管辖的租岛 美国的西太平洋管辖的租岛 西太平洋管辖主岛 有没有台湾澎湖 有啊 有啊 所以他签这个中美共同防疫条约里面 他其实美国也很清楚 金盟马祖跟台湾澎湖 那是不同样的 命徒归属 所以他不能用美国的武器 去打金盟马祖 不能这样做 所以就这样签下去了 最后是不是开始单打双不达 有听过吗 后来就不达了 到现在 他们就要统一了 和平统一 后来他们在大二胆导上面 是不是一个标语 以前说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不再是 就没什么武力防攻大陆 都没有了 但是他签这个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因为是美国跟一个流氓的中央民国在台湾 签要合约 但是他有说到台湾配欧 这时美国国会批准这个条约 美国国会他有点感觉怪怪的 他会觉得这个签下去 好像台湾澎湖的法理主权地位 好像会被人家认为说好像归了中华民国了 所以他们国会在批准这个条约 这时他还附带他的意见在里面 他就这样 美国国会的意见就是这样 It is the view of the committee that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present treaty 即将要生效的这个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will not modify or affect the existing legal status of the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美国国会很谨慎 很谨慎的 在这个要批准的时候加重这个意见 就是说 虽然美国跟流氓的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签一个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虽然在中美共同防疫条约里面 有时候就说在中华民国那边 他所要共同防疫的是台湾配欧 但是这个有可能让人无解说 台湾配欧的链头主权 已经变成了中华民国 所以总的国家最久 说虽然签这个合约 但是不改变也没影响 台湾配欧的这个链头的法理地位 不改变他的法理地位 Legal status 不改变他的法理地位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想 在1955年1954年 Legal说台湾的法理地位 不因为中美共同防疫条约有改变 我们就要先来问一下 在那个时间点台湾澎湖的法理地位 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要认识一下解释一下 重点就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来这里在上课 来这里在讨论 想要去了解的这个属性 来 怎么看 毛泽东他自己怎么说 金门炮战他怎么说 他说金门和马祖 是我们和台湾连结起来的两个点 没有这两个点 台湾就和我们中国没有联系了 所以毛泽东他在说这句话 他是不是知道一个属性 他知道台湾培养的不是中国的 不是 人不是有两只手吗 金门马祖就是我们中国的两只手啊 用来拉住台湾不让他跑掉 把他拉住了 所以说台湾跟澎湖根本就不是中华民国 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不是中国的 但是要让他产生关联 让中国可以再在这里 把我们塞隆的 他就是要留留个连结 那个连结就是金门马祖 所以要清澈 董贼这个清澈 我们在说的这个 他们两岸中国人要统一 你就不会觉得很奇怪 来 再看 一直到阿宾下台 2008年 马英九上台之后 他是不是520就任 然后他就派了吴宝胸去中国奉猛 这是6月1号的新闻 吴宝胸去见这个 中国的领导人后 他就说了 他自己说了 我感觉大陆不可能对我们射飞弹 吴宝胸那时候他说这句 是不是很多 很多新闻的评论就告诉他 你怎么用你感觉呢 但明明就好几百颗飞弹对准我们台湾 你怎么说他不会对我们射飞弹 这个都是留下伏笔 什么伏笔你注意看 来 刚才是6月1号于宝胸中国 6月19号 2008年6月19号 马英九就跑到金门去了 他去金门之后 金门的县长李祝峰 马上在马英九当着他的面 跟他要求 金门要撤军以促进观光 金门要撤军以促进观光 你想什么 中国民国是不是他的行为 国防外交的事务 过世了 过总统了 他怎么会轮到地方的县长 在说这件事情 他意思是什么 做求 先把撤军这个议题 有个人把它抛出来 抛出来之后 顺势做求 带下去 就开始真的在撤军了 就开始撤军了 一直到2004年4月17号 金门已经再财不到 剩不到3000人了 剩下不到3000个阿兵哥 然后一直到6月25号 他的国防部长去大二胆岛 去视察 视察撤军的进度如何 你看他这边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了 不再无力反攻大陆了 来 一直到今年的6月30日 大二胆就全部撤军完毕 移交给金门县政府 所以你想想 美国是不是很希望 中国民国在金门麻祖 用武力和中国对抗 对不对 然后 马英九上台之后 他也逐渐的把军力 从金门麻祖 撤开嘛 对不对 那这个意思 就跟我之前讲的 在1954年 那时候他们的金门炮起 那个时候 美国一头来说 你不能拿我的武器 去跟中国对抗 你们两岸中国人 你如果拿我美国的武器 去对抗 那等于说 我美国卷入你们两岸中国人的内战 这个不通 这也不符合国际法 这也不符合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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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 你不能去干涉一国的内政 你不能用美国的武力去对抗中国 所以这个测军是怎么样 是不是真的要促进光光吗 不是 不是 所以那个法理的概念就在这里 不是要促进光光 促进光光只是给每天一个理由而已 给大家交代一下 这样而已 真正的理由就是我们在说的 对 对 就是我们在说的 因为你就是要把那些军力全部撤回 因为那边的军力 其实台湾的军力就等同什么 美军的军力 好 所以我们把金门马祖的议题稍微绘成一下 金马他是国共内战流亡的中华民国的财产 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他跟二次世界大战去美国占领的日本台湾澎湖 一起加入WTO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WTO的会员的名称 叫做台澎金马分离冠税领域 他的理由是这样 台湾的武力其实就是美军 美军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正当性 所以金马马祖要不要撤军 要是一定要撤军 那金马的撤军实现美国跟中国三个公报的内容 而且是要两岸中国人和平解决争端的政策 而且美国要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性 所以他当然不可以再把武器交给中华民国跟中国对抗 而且这个金马策刑也维持了一个中国 美国对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政策 所以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一类的意思 所以我们再来讲 是怎么美国不反对一个台湾的流氓中国人 赤裸裸的主张两岸统一 因为两岸中国人统一的真相就是这样 第一 要改划流亡在中国 流亡中国人在台湾的问题 他们要回他们 要回他们 所以他们要赚他们 所以他们平坛大兴土木 包括现在的金门 房地产也是飙涨 房地产也是飙涨 房地产很多 这就是要解决流亡中国人在台湾的问题 第二 他也是要改划 这个金门马祖还没有回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下的问题 他终究要解决 因为流亡政府不可能永久流亡 永久流亡对于本身的 流亡的中国人的人权 其实是有危害的 要有一个正确的新闻 要有正确的新闻 但是 台湾呢 我们刚刚刚刚讲到的 什么庭的啊 还有他们的太阳花 结果走到美国 国会记者会俱乐部开会 开记者会 呼吁美国要改变一中政策 那你这样子是不是又延缓了 马英九他们这些流亡中国人 返回中国的那个时间表吗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这个 其实他们学 他们的学文都很好啊 啊 也感觉说这个数据不错啊 但是你如果对国际 华里不清楚的人 他就会做出来的动作 其实是在危害台湾啊 对不对 他要求他改变一中政策啊 改变一中政策 不就要变成二中吗 那就要把台湾这边当另外一中 中国那边当另外一中 美国怎么会改变 不可能嘛 不可能嘛 所以他们的心里面 是不是又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有台湾 澎湖 金门 马祖 南哲会 所以他才去要求他要改变一中嘛 所以他如果这个 人说啦 就 人在做聚集的 是不是一句顺口 你说 观念哪里通啦 聚集啊 整网公啦 对啊 啊这 你若对法律哪里通啊 啊 啊 台湾的政策 就更更更了 对不对 这非常光明嘛 啊 来 好啊 所以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啊 刚才有说到 已经 我们已经从这个 台湾朋友 和金门马祖 这个 尿透租款来归属 已经分情做了 所以 美国是不是说 我们不能改变现状 啊 啊 我们现在就来忐忑说 哎 啊不然他们在说的现状 到底是什么 啊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啊 那就是台湾地位的现状 啊 啊 毕市长 是不是率领228 的台湾人 去 去美国 对不对 啊 去美国 美国的这个 高等法院里面 他有 他有 他有一个 这就是高等法院 美国受证的这个封面 封面 封面的内容 就是这个 Roger CS Lin 好不好 这就是上述 上述人 啊 被上述人是谁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这是被上述人 啊 啊 他的 他的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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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状案核 他这个 代表 Roger CS Lin的 就是什么人 Charles H Camp 啊 这个人有来台湾吗 有啊 近年有来啊 你如果有参加在 你就知道 所以 这都 这都真的啊 对不对 这案核你上网 去查网路都有啊 啊 我要说的是说 这个判决文里面 他 他有一个 观点 当然 他的最高法院 我们要上述到最高法院嘛 最高法院 是不是说 Pattition Deny 对不对啊 这是先割字嘛 所以没有一个 没有判决的结果 但是 我们看 判决书 哪有 哪有去看 不是只看 看你 判决 还是判决 你 其实要去看 判决内容 那种事实 那种事实就是 就是 不容 不容随便的人 去给他 否定的 你要去看 数据 不是说看 判决的结果 你看 这个 不容法官 他在这个判决文里面 他有表达 他的opinion 他的opinion就是什么 美国跟中国混乱的这个关系啊 已经超过了六十几年了 因为美国跟中国的混乱关系 所导致把台湾人啊 陷在一个政治炼狱当中 这个不容法官的观点 所以 台湾人 是不是 在一个政治炼狱里面 这个政治炼狱 在盈域里面 这个purgatory 的盈域的意思就是说 那是一种你上不了天堂 也下不了地狱 你怎么卡在这 无不知所措 也何去何从都不知道 这就是一种未定的状态 你如果要上天堂 我们就怎么回到大日本帝国 对不对 你如果要下地狱 有可能 我们知道 我们的主权 也叫遗传 叫什么人 这个就是 political purgatory 这就是政治炼狱 所以不容法官 所以他不容法官 从这个诉讼里面 他是不是知道 你们台湾人的国际地位 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他可以这样说 During this time the people on Taiwan have lived without any uniformly recognized government 台湾人有国际上 通议 而且破片 给人生进的政府 没有 没有政府 所以第一点 台湾人 陷入政治炼狱 台湾人 没有被人家一致 而被承认的政府 因为 因为这样 所以台湾人 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 是一个uncertain status 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你如果不确定 你 没有啊 那时候没有啊 没有啊 那时候没有台湾人的政府啊 不是 你这样讲有一定 不是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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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所以 所以 你就要去了解 来 这个 我大概 我澄清一下 他带领 他带领 中华 李卓 蒋介石他带领到什么时候 蒋介石他带领到什么时候 他带领到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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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又是 对啊 对啊 台湾关系本来里面不是说啊 台湾的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包括了那个之前的ROC 跟他的继任者都是啊 对啊 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律史事实 可能要去 你要去澄清一下 你要去澄清一下 我先把这个讲完一下 好 所以因为在判决文里面说 台湾人陷入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因为你不确定 你的金钱就没有收到 政府的保护 因为你不确定 你要在国内上 你要有什么样的人交往 可以取得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资源 你就你就没有那个机会 只说因为我们不确定 我们对外的一些 跟国际上交往 可以取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 都没有很困难 这个重点是一个家 来 你来看 马云琦说 台湾地位已经确定了 跟那个不让法官 判决文的意见 刚好是相反的啊 对不对 那到底谁说的对 当然是不让法官说的对啊 对不对 人家是根据法院里面出来的结果啊 所以马云琦这样说 他只是为了他中华民国自己在说而已嘛 他怎么在对 为你们台湾人说 没有啊 所以这都不对啊 他再说啊 他这 旧年的12月2号 他说台湾属于中华民国啊 如果是属于不让法官判决文里面 会这样写吗 不会这样子写嘛 对不对 所以新闻就要看啊 好啊 再来 这个旧年的6月9号 这个自由时报 他就有 一部分报答啊 他说 美国众情局的1949年的文件子 台湾地位未定 台湾地位未定 1949年就开始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状态了 其实不是说 那个时候就未定了 应该是说 从1945年 8月15号 投降之后 台湾 然后 9月2号 签那个投降书 之后 10月25号 那台湾被人家军事占领 从那个占领的时候开始 台湾的地位就被 于一个悬置的状态当中 他就被悬置在状态当中 照理说 他那个时候美国 虽然是叫蒋介石 他们来代表 来这 来这给我们占领 但是他占领 他要按照国序法 他是军事占领 他要让台湾人 成立台湾的民事政府 叫做Cible Government 要成立Cible Government 在那个时候就应该要成立 而且这个Cible Government 组成的人的成分 就是只有台湾人才可以 还有他都用他们中国人 改列新闻 叫你去做兵 还叫 还给你录中华民国的憲法在这里 这个动作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有把你台湾变成 中华民国的一种意图 但是他这种意图 跟克里米亚想要用公投 离开乌克兰 这个结果有没有达成 不会达成 这不会被承认 所以到现在为止 美国或任何西方国家 都没有承认台湾属于中华民国 也没有承认台湾属于中华民共和国 都没有都不承认 但是我们刚才在说 台湾是一个未定的状态 这个未定状态是因为 因为军事占领的关系 是因为军事占领的关系 因为我们要了解 如果没有军事占领的政情 在台湾这个土地人民的主管价 是什么人 日本嘛 对不对 因为他的管辖政府就是大日本 大日本政府 所以那个时候台湾的地位确不确定 确定啊 他主权归属就是这个啊 但是因为军事占领的关系 大日本帝国的那个主权 被美国军事政府给它排除掉了 再变成一个外来的军事政府 掌控了台湾 但是掌控不代表说 我们变成他的啊 掌控不代表我们变成他的啊 那你要把台湾变成 变成另外一个国 这个领土要另外变成别人的话 要透过什么 要透过条约嘛 要透过条约啊 但是条约也有限制啊 你如果是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你能不能够再割给别人 也不是没办法啊 也没办法啊 所以在因为这个 在那个当下应该是要成立民事政府 从1945年就应该开始了 但是一直跟中华民国 流氓开始 他都没有跟我们这样做 就说我们台湾人 这个法理地位 国际上的地位 就一直被悬置在那里 悬置在那里 所以不让法官 一直这样说 不让法官一直这样说 我们现在台湾民政府的 台湾民政府的那个出现 就是要接续 从1945年10月25号 那个10点本来就应该有的一个 台湾的民事政府 台湾民事政府成立之后 接下来才能够渐渐渐渐 回到正常的地位来 你来看这个伊拉克 你来看这个伊拉克 时间比较多了 我先说一下 我们是不是就是和平条约 日本放弃台湾的right title claim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他就这样 用法国总统旁边渡 他的观点给大家看一下 他就说 1964年的时候 他就说 福尔摩沙 was detached from japan 本来台湾和日本是合作会 因为国金山和平条约的关系 台湾和日本 没有合作会 但是国金山和平条约 也没有把台湾交给别人 他也没有了 是你开 没有合作会而已 但是他台湾和平条 没有交给别人 所以说台湾和平条约的 他的现状 仍然是在美国主要占领全国的 军事占领底下 这个是一个法理的概念 这个事实一直存在 因为这个事实一直存在 所以说阿平要公道 要让台湾和一些六国 所以美国会同意吗 绝对不同意 因为你改变了这个现状 而且你中华民国 也不是代表台湾人的政府 台湾人的政府 现在由谁来代表 对 就是由台湾民政府来代表 就是台湾民政府来代表 所以说保兰法官 他是不是他的观点里面 是不是有一句话说 台湾人没有国际上一致 而且被承认的政府 这句话 这句话你如果三来看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中华民国政府 是怎样 别人说你们怎么没政府 最重要就是这样 所以流亡的中华民国在台湾 是不是可以代表台湾人 当成台湾人的政府 不行 绝对不行 绝对不行 所以说他对我 他对我一些 比如说 球力比赛也好 棒球队也好 还是要参加运动会也好 他对我的名称 都只能用什么名称 请他去台北 他不能用台湾 他不能用台湾 因为那一个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不是台湾人的政府 所以他不能用我们的名 对外去参加比赛 他可以用 流亡的中国人的名 去参加比赛 所以说去参加比赛 用前一支台北这个名的意思 在国序上人家的概念都知道 这个代表是流亡的中国人 他们去参加比赛 台湾有没有派代表出去 没有 台湾没有派代表出去 所以那个概念是这样 就这就是在美国其参加比赛 美国 23条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 你当心你就是知道 全世界里面 只有美国有台湾关系法 对 就是这个身份 他就是因为是这个身份 所以台湾关系法在美国才有 在全世界都没有 就只有美国有台湾关系法 所以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这个意思再跟大家讲一下 主要占领全国 当然一届叫做主要 去领头的 领头去打胜仗的那一个国家 叫做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这个principal另外还有一个意思 因为我是领军做头的人 所以说我有一个联军 因为我一个人没知到 宅领大日本帝国的宅领 所以我就安排美人代替我去宅领 我安排那个美人 他就是给我做 我就是他就是我的代理 这样我们就一个概念就来了 我们没听过去条件会条件吗 没啦 没听过嘛 本人如果没去参加条件会条件 派一个人代替我去条件 我会寻一个什么书 委托书嘛 对不对 好 请问一下 我叫一个我先委托书给他 他带我去和解 他和解的结果 他那个结果是对我这个代表 有居数率还是对我有居数率 对我啊 还是对我才有居数率啊 所以说中华民工现在在台湾在做的事 最后的居数会居数到谁 美国 会居数到美国 美国非常清楚啊 所以你要把很多人来看嘛 所以中华民工跟美国 他们是不是在处理台湾 他们的身份是不是一样的 其实是类似是一样的 类似是一样的啦 类似是一样的 他们是丁边的嘛 对啊 最后的重点就来了 美国政府怎么能代表台湾人 美国政府怎么代表台湾人 不行嘛 中华民工跟美国是相平的 中华民工怎么代表台湾人 同样不行啊 对不对 同样不行啊 所以说要代表台湾人的 就是我美国主要在人全国 我是军事政府 我军事政府里面 我要成立一个民事政府 这个民事政府 才在代表台湾人 管理台湾人自己 然后这个民事政府 受我这个 美国主要在人全国 军事政府的控制嘛 当时有一天 我美国宣布说 我没要继续这样子了 这个民事政府 就慢慢转型成台湾政府了 这整个国际上的法理 是这样走的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这个台湾的国际地位 第一个仍然被占领中 第二个还没有决定 第三个没有代表台湾人的政府 但是已经有台湾民政府了 所以说即将即将将来 就是台湾民政府被执政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这样来的 好啊 所以说在国界上 新闻也跟你说 国际上没有生争台湾有国际 我们是未定的状态嘛 对不对 所以网友气数施根的翻属 其实他如果了解法理 他就不用哭泣了 他就赶快来加入台湾民政府 他就知道了 好啊 所以说这个 一种妙误就是说 因为民主选举 所以台湾等于中华民国 这我不用多加解释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就定义说你台湾可以等于美国吗 不行嘛 既然台湾不能等于美国 那台湾也是不可能等于中华民国 这个意思嘛 好啊 因为时间也够了 好 来 好来解释一下 中华民国在台湾 1945年的10月25号 他的新闻是什么 他是代理美国来君寺线 1949年的12月10号 他在台湾流亡了 他变一个流亡政府 他在1979年1月1号 他不被美国承认了 虽然他是流亡政府 他还是可以被承认 但是终究 承认他的人会越来越少 美国已经没他的信任 而且根据台湾关系法 他变作台湾治理当局 他连政府都不是 他连政府都不是 好啊 他这个留在台湾的一些依据是什么 他留在台湾的依据是什么 他第一个带领美国军事 暂连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 就是一般命令第一号 不要帅话 他流亡政府 他是怎么还留在台湾 因为就现在和平条约签了之后 又签了一个中日台北合约 而且美国还可以签一个中美共同华的条约 让他继续留在台湾 替美国来保护台湾 其实是替美国来保护 其实他有没有保护我们 没有啦 给我们孤独嘛 对啊 给我们剥削嘛 后来他家 他不被他承认为一个政府之后 他还可以继续留在这边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台湾关系法 所以他查一个Government Authority 包括在1979年1月1号以前被承认为中华民国的那一个政府 都叫做台湾治理当局 所以说美国的事情不是无凭无据的 美国的事情都是有凭有据的 好啊 我们的时间的观点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以上谢谢